广州恒大外援确定这四元大将,收发上这三名外援能保八吗?是的,没错,随着保利尼奥的回归,广州恒大已不能再在下窗满人了。 这也意味着广州恒大也基本上确定了四元外援,由于新注册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,所以这一马本赛季又不能上场了,而金英拳也基本上将离开广州恒大,而两位中场大将的到来,也让古德利失去了自己的位置。 考虑到目前所处的积分榜第五位,下半城广州恒大必将全力冲刺,特别是解决风无力要不应的问题,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下半城广州恒大的四名外援为塔利斯卡、保利尼奥、高拉特和阿兰。 从最近广州恒大的热身材来看,阿兰保持了火热的状态,而此前一直传闻闹转会的高拉特反而状态下滑严重。 那么,下半城广州恒大将排出哪三名主力外援呢? 从目前来看,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将牢牢占据两个首发位置,停赛期满后的阿兰则很有可能挤掉高拉特打前锋,而高拉特的位置则有万斤由塔利斯卡来顶替,而一旦高拉特的状态回升,阿兰尔有可能当替补。 前锋线则由高林担当,从热身赛来看,高林的状态也开始复苏,不管怎么说,重新升级后的广州恒大外援年薪都是千万欧的,完全可以媲美上海上港、北京国安、上海深花、大连一方、江苏苏宁、山东路能等队的强力外援。 现在就看主帅卡纳瓦罗有没有实力帮助球队,争取中超巴连贯了,能不能爆发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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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